字幕提供 各位鄉親思大大家好 歡迎收看Gaki 麥好爛 今天出外景 出外景啦 我跟你講這一集 我們要以嚴肅的心情來看待 蛤怎麼說 非常嚴肅 我們問你啦 大家家家戶戶啊 怕這個小偷進來啊 我們門窗是不是都在裝什麼 鐵窗 鐵窗 沒有錯喔 以為裝了鐵窗之後 小偷是不是爬不進來嗎 就爬不進來了 安全 那個門窗我就打不開 我就爬不進來 拖東西了嗎 我跟你講錯了 好 網路消息流傳 你要 你知道買這種切割器 我買了最貴的 頂多一千塊 才一千 小偷就可以無聲無息的 割斷鐵窗爬進來 阿姨你不要那麼難啊 很恐怖耶 我們一直以為鐵窗很安全 對啊 可能要電鋸 我們一定會寫 對 結果沒有 聽說這種東西 這樣割五分鐘以內 無聲無息 割斷趴進來 你都不知道 我覺得很難相信耶 來我們今天就來實驗看看 是不是真的那麼神奇 來沒有錯 我們現在馬上就來進行實驗 立刻來切看看 找了一個鐵窗的這種管子 就是這個 我跟你講我們現在還比較難切 對 因為沒辦法固定 鐵窗就固定在那裡 很好切 我們是人工固定 對啊來喔 就這樣非常簡單 不是業配 搞不好是業配 鎖緊 鎖緊 就這樣然後開始轉 沒什麼技術性啊 我們就來看看是不是真的五分鐘以內就可以切斷喔 好的 計時開始 欸 這個是鐵耶 感覺沒有那麼容易斷啊 欸我就這樣隨便刮一下那個 痕跡就出來了耶 這只是刮痕而已啊 我轉 隨便轉個兩圈 我隨便轉個兩圈耶 我真的沒聲音 這只是刮痕而已耶 轉的過程咧 超安靜 它開始縫氣出現之後 再繼續把它酸緊 喔就是一直轉一直酸緊 對 有點難固定啊 比較難切的 但平常喔 我們在處理那種鐵窗喔 對 是不是比較好切 看完要怎麼搞得好像 我們在夾了夾 破壞鐵窗 你這樣說什麼東西 欸真的 我這樣隨便讓兩圈 就覺得它越來越鬆了 有切斷的嗎 不會的 好恐怖喔 我們還是算是新手了 我第一次耶 欸你踢著切 你踢著切 好漂亮的切面 好漂亮的切面 多久 一分鐘 好漂亮喔 我還在邊聊天 你搞什麼樣子 一分鐘 一分鐘血液 它切到的切面 非常的漂亮喔 你看起來不像是新手切的 欸不用五分鐘 它一分之一分鐘啊 你怎麼還在血液呢 第一次隔壁這樣就上手 第一次當蕭小就上手 不要不要不要 怎麼這樣 這樣子讓我覺得 有點害怕 太快了吧 這影片會不夠長 頭暴率好高喔 你只要買一千塊了 然後你可以割換幾萬塊的鐵窗 對 就可以進入別人家 對 然後你可能得手喔 上百萬 欸欸欸 是啦 有沒有看到 看到了 我們這是什麼材質 我們買不鏽鋼的 就這樣輕輕鬆鬆割斷了 我現在有點傻眼 我也是 一分鐘真的就割斷了 太恐怖了啦 那你平常鐵窗是真屁啊 鐵窗根本就是防止小朋友掉出去了 沒有防止小偷啊 沒有防止小偷啊 真的欸 哇我們在那邊好好呼籲一下 今天今天要跟大家說就是 一 防君子 防小人 沒有錯 太恐怖了 防不勝財 真的防不勝財嗎 這個小小的進來 就是輕而易舉 兩三下 他只要花一千塊 一千塊的工夫 都會掉你家幾萬塊的鐵窗 所以我們現在還是要正宗呼籲一下大家 不要以為裝了鐵窗就沒事了 就很安全 家裡就安全了 人家進不來你們家 欸真的我覺得如果出門喔 這個門窗真的是要關好 要鎖起來 鎖起來 欸有保全趕快設保全 對 然後這個家裡貴重物品 平常不要放 不要放 像那個平常菜都看家裡都放幾百萬的現金 太危險了 我就跟你說不要一直放 不要再放現金了 所以我住十二樓 十二樓 十二樓 十二樓就沒事了 他可以從上面懸掉嗎 沒有 因為貴重物品不要放在家裡 對 還是放銀行 放銀行 小朋友那個黃金啊 明月黃金啊 有保險箱就放保險箱 對 銀行就放銀行 對不對 還是放老闆就被你的安全 謝謝 這邊還是呼籲大家 要小心注意居家的安全 好不好 我們不是在幫什麼保全公司廣告 沒有 沒有 好不好 只要提醒大家其實現在蕭蕭啊 很厲害啊 而且很快啊 很快 尤其住這種大樓低樓層的 還是住透天的二三樓 可能一下灘就上去 可能有住透天 一下都進去了 對 門窗真的要緊閉 好不好 出門在外 廉價要到了 那個過年廉價 小心 居家安全 真的沒有聲音啊 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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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我們要去處理一下了好不好 處理什麼 既然有這種好東西 處理太多汉家 增加我們的業績 增加什麼業績啊 太多汉家 那幾百萬現在已經在放 他剛剛生小孩有 米月在這裡 那個米月黃金 非常的多 他都放在家裡 去他家喝喝茶 他六月十二樓沒事情 你看看 來試試看 走來處理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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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